大家好,我是Alien,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今天想帶大家參觀我的新辦公室 在我開始這個辦公室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現在這份工作的性質 身為外國人的我是如何在香港找到這份工作 以及在去年舊公司約滿要搬新辦公室的時候 為什麼最後會選擇搬過來這裡 希望大家會看到最後 因為會有優惠分享給看這影片的你 目前我工作的這間公司主要是做美容護膚品相關的商業 我主要是幫公司打理在香港所有的大小事務 小的分別是墨桌、購買文具 對外的話就會聯絡一下KOL 代表公司出去見客 拓展公司在香港的業務 等等等等 你想到一間公司營運的時候要做的事 基本上都是我一個樣包辦 在我打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經過朋友的介紹 就來到這間公司才做兼職 我記得當時是下班之後 或是週末、花朵假期 就會過來這間公司幫忙收拾頭、收拾味 做一下做一下就變成這裡的正式員工了 這件事給我很深刻的感覺到香港真的很小 還有一個人在外面闖蕩 認識人真的很重要 去年12月的時候 公司在舊地址的租約快到期 在無意中我發現原來那裡的租金非常海鮮價 在疫情之下業主店都不想這麼租 逼於無奈之下 唯有找新辦公室搬 這也是我第一次幫公司找新辦公室 那時候我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要找近的地方搬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比較資坑識見的人 如果我要搬去另一區的話 搬運公司的搬運費就會比較貴 而且又要額外給那些停車場費 所以我就在原有的地址附近 開始看新辦公室 如果大家想搬屋或辦公室 也可以在下面的下面的留言頁 找到幫我搬過無數次房子的這間搬運公司 那裡的哥哥仔做事手腳非常快 非常有活力 而且搬過這麼多次房子 他們沒有弄爛過我任何一件傢俬 而且非常準時 所以真心地想推介給你們 因為這間公司主要都是我一個人 老闆有時間才會過來的關係 所以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基本上可以放在公司的房子 以及把我這個人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Target 找Coworking Space 即是現在很流行的共享空間 不看辦公室就真的不知道 原來觀塘是存在無數的共享空間 但是很多也不是真的非常共享 因為他們只不過是將原有2000至5000呎的單位 就間開了不同大小的房子 然後租客就會共用toilet和pantry 那租客和租客之間基本上是零交流 那這一類的劏房式共享空間 通常就不包傢俱的 然後業主很多時候都不會在場 那有些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唯有找reception的妹妹幫忙處理 之後就要等很久才有回復 那另一類的共享空間 就是讓學生上去學習的自修室 我記得那時候上去看樓的時候 我真的保持一個silent mode 因為學生真的非常認真溫緊書 那我又不想吵到他們 還有這一類的自修室通常就只有conference room 他們就沒有選開那些一間一間房 那這一類給學生自修的co-working space 都不適合我公司的business 最後我和我老闆就shortlist了兩間 之後是基於環境、租監、業主的親切度 最後就選了這裡了 在這裡都回到四個月有多 那無論是這裡的staff、獨立房的座客、 walk-in co-working space的房客 大家相處起來都很舒服 所以我們大家是從事不同的business 但是大家看到面都有聊有說 那北上就好像一個big family 這裡和大家很熟悉的co-working space 就是rework不同的地方就是 通常join這裡的startup都是local的香港人 所以作為一位expert的我 是完全感覺到滿滿香港人獨有的人情味 好了說了這麼久 現在就要帶大家一起去走一圈 這個超新正超舒服的co-working space 每次回到office 這裡的staff都會很有禮貌和我們打招呼 一進來就會看到這個open area 這個圓形的梳化位 上面其實擺放了很多 吵架與笑摸的粉絲都愛的 科學、天文學相關的雜誌 如果工作得滿滿地 可以隨意地看一下書 放鬆放鬆一下 這裡一眼望到的梳化位置 都可以任坐任用 我自己就最喜歡這個梳化位 平日我就會坐在這裡做我公司的marketing plan 如果平日沒有人的時候 大家都喜歡坐在這個long table那裡吃lunch 雖然真正的patreon在那個位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鍾情於在這裡吃飯 這個high table corner 就會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一個小角落 因為這裡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通常每個星期五臨近放工時間 大家會陸續過來浸水去洗手間 然後不知不覺大家就會聚民一起吹水了 走過小小的這間房間 就是隔音做得很好的phone booth 如果外面太吵 你又想有個私人空間 可以說電話 開June Meeting 那你就可以進來這間房間 因為在這間房間裡 你說話多大聲 外面的人都聽不到 那同樣地 外面有多吵 裡面都一樣是聽不到 OK 現在出回來先 轉個彎走入一點 在這裡燒毒 這裡就是meeting room 這個conference room 可以容納到8個人 那你見不見到上面的這個camera 一打開那個camera 就可以做到Visher的會議 一次過就可以拍攝這個會議室所有的人 我們一起跟鏡頭說嗨 Hello 看完這個會議室 再來看看這裡是什麼地方 這個大場地 是另一個我覺得在外面 工作空間很少會見到的地方 就是這個Hall會開放給不同公司租你做訓練 有時又會轉變 into a photography studio 或者是給KOL做直播 我自己私心就喜歡Envy的這個night mode 每次OT看到這個這麼peaceful的open area 心情都會很舒服 以上是我和我老闆會搬入Envy的原因 現在來聽聽其他長期租客的意見 Hello Joey 我現在在拍YouTube影片 可不方便做訪問 我問你 Joey是和我差不多同樣時候搬入Envy 想請Joey簡單介紹一下你的business Hello 我是Joey 我們公司主要幫眉網紅和中小企 去做一些眉網紅的配對 你知道現在眉網紅大行期 所以其實很多公司都想去做這個推廣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沒有方法可以找到 眉網紅的背景 或者可能他們自己的資料 所以我們公司就是facility這件事 我明白 那我相信Joey在開始沒開始的時候 都看過很多不同的單位 其實也是的 看了起碼四至五個 那最後是什麼原因令你決定搬入Envy 我想其實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很好 因為其實它和觀塘都是五分鐘的部隊 所以就很方便 第二就是我覺得它的設計真的很好 因為這裡的採光度很足夠 所以你帶客人上來 可能有見面 其實感覺也很好 再加上當時我們想找二至三人的辦公室 那這裡其實價錢很相宜 所以最後就選了Envy Studio 其實我們公司也是差不多同樣的一個答案 嗯 真的很開心 和你做到這個 很開心 和我們business人都要加油 加油 加油 Hello Candy和Kiko 嗨 介紹一下你們的公司 我們是做雲端會計的公司 疫情下其實見到很多start up公司 和中小企公司 他們業務上的轉變 其實作為Zero的Silver Partner 我們是會將他們的業務 搬到Online那裡管理 讓他們可以在電話那裡 很簡單就可以處理到人事 會計 或者貨存的一些業務 或者一些繁瑣的工作 讓他們可以實時和有條理去管理他們的公司 OK 想知道你們兩位做start up的時候 為什麼會選擇來這個Envy Studio 因為我們除了去start up 還有我們是serve start up的公司 而Envy就是一個專為start up而設的co-working space 所以我們選了這裡 知道你們之前是Envy的day pass 為什麼你們最初會搬進房間 因為你知道我們是做會備服務的公司 因為4月歲櫃開始 客人就開始給我們大量文件 我們要儲存文件 又要儲存客人的私隱 我們有業務擴充了 請多了兩個同事 所以我們就搬進房間 讓同事的工作環境好一點 而且又可以保障客人的私隱 好,很感謝你們今天接受我的訪問 工作加油 這裡除了二人房、三人房 還有四人房和六人房 無論是租客或是day pass guest 都可以免費享用pantry提供的咖啡和茶點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在IGPN我 如果你都想在這麼舒服的環境工作 身為Alien頻道的觀眾 只要在下面留言 輸入Alien頻道獨有的優惠碼 就可以享有10%的優惠 那我就已經把所有的資訊 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ar 和comment section那裡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好啦,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見,bye bye 再見 到此為止,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怎麼會想的 我們下條影片 也不明明 呀 在 Нов和日期間 她不明明 我接受了 接受ですね 我接受的 能解放